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接刚刚Hibi介绍了我们这间房间里面 其实有THX认证了的CI喇叭 其实THX最近都首次认证了全球第一条HDMI的线 而这条HDMI的线其实就来自一间澳洲的公司 叫Koz 这间公司的背景其实也是很强的 因为他们的建议其实都是HDMI的经验 他们都曾经在这个HDMI认证的机构里面工作 亦都是帮忙定制HDMI的一些规格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说回这个THX如何认证这条HDMI线 其实总共是要通过75个的测试 而这个测试最基本来说是分了两个层层 就是Live 3和Live 6 而通过了这两个测试 其实基本上这条线可以达到4K 即是行到4K的测试 另外这个测试亦都会测试它会否有讯号失真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色彩的格式 那可不可以通过到呢 这款测试的测试就是EVSR 就是通过了Live 6的认证 而这款测试或者所有测试的测试 测试之处呢其实它都会有加了一个叫做接口阻力 那其实是会紧购你设备与线之间 就不会容易松 那因为很多时候呢 有些情况就是可能 有些工人那样清潔的时候 那一开到一条线变成脱了 那变成就可能没有了画面 就会经常出现这些情况 那另外一个需要提示的地方就是 Cost 的所有非电子产品的线 那其实就是Live 6的认试 那可想而知它们对自己的产品 那方面其实很有信心 那接下来会和大家介绍一个 简单的智能系统 那在介绍这个智能系统之前呢 会和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智能系统的由来 怎样演变出来的 那比较传统的方式 我们可能很久之前 怎样控制一些AV的设备呢 其实就很简单 经过透过一些红外线的遥控器 那就去直接控制一些影音设备 那当我们可能控制这些设备的时候 当中有任何的阻隔 那其实这个控制会是错过的 那 对了 后来就会演变成 出现了一些 universal的remote 那我们会叫这些叫遥控簿 那这些遥控簿的 那这些遥控簿的特色呢 其实就是可以将所有的 红外线的遥控 都学习在这个remote上面的 那就是一个remote 可以控制好很多的 红外线的控制的设备 那但是这些remote的 控制方式 其实都是用红外直接对射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在前面有东西阻挡 那其实都会错过这个控制的讯号 那对于智能控制 可以演变了一个自然控制系统出来 那其实这些系统 其实这个控制方式 不是说要对着这些设备控制 那你可以有这个 拿着一个控制panel 那其实可以走到哪里 控到哪里 只需要你这个控制的panel 连接你现有的网络系统 或者一个WiFi的线红 那就可以做到控制了 那一个简单的自然系统的架构 那其实最主要是围绕着中心点 有一个控制器 那它需要连接你现有的一个WiFi的线红 而这个WiFi线红 是需要和你的控制panel 是同一个网络 那你这个panel 其实就可以经过这个控制器 去控制不同的影音设备 那比较常见 我们在这个自然控制系统里面 会用到的控制方式 那其实第一个经常见到就是红外线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会有一个红外线眼仔 黏着不同的影音设备 就好像这个这样 黏着一部机 那我们就可以经过我们的控制panel 去控制到这部机 而这个红外线的控制方式 其实就是单向的 那可能我们会有些情况 遇见到我们的控制panel 但是可能部机不着 那为什么呢 那其实是有机会这个眼仔 因为你脱了 所以变成你的部机就控制不了 那另一个控制方式 就是叫232 那这个控制方式 就相对稳定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2-way的 有一个2-way的feedback 意思是我们当送一个讯号出去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影音设备 会告诉你我 有没有收到这个讯号 那所以我们这个控制方式 就会比较相对稳定的 那另一个方式 就是通过网内控制的 那只需要将所有这个影音设备 连接到你的线路上面 那就可以经这个线路控制 那但是要留意 就是要看你的影音设备 那可能有很多设备 都有这个网络头的 那但是要查看你这个设备 是不是真的支援到 经过这个网络去做一个控制 因为一般很多 譬如projeta 或者AV接收器的 一个network port 其实是单纯给它上网用途 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的 那另一个比较常见的 的一个控制方式 就是一个relay 那就是多数用在电动窗链 或者是电动幕的控制上面 那接着来会和大家介绍 一套智能的控制系统 那它是BeatWars的控制 那BeatWars控制 其实在2008年成立 那就在业界都有很多年 就是超过20年的历史 那它们专注在这个控制的区块上面 那它们的panel 其实最主要是围绕着 用iPad或者Android的一个 tablet 去做一个控制的 那BeatWars的系统架构 那BeatWars的系统架构 最主要是会有一个主机 去做一个中心点 那就连接回这个網絡 ladder 或者你存在的线路 那就透过iPad或者Android的手机或者是桌布 可以做到控制的 那而这个界面呢 其实就可以按根据客户的需求 或者它需要控制的设备 可以做一个叫做度身的设计 而這邊會連接著不同的影音設備 這些影音設備其實都有不同的控制方式 譬如我們剛剛所說有紅外線控制方式 亦都有透過連接的控制方式 亦都有透過RS-232的控制方式 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其實在客廳裏面我們離不開 可能有電視機有AV接收器 亦都有Burray機 淋淋種種的一些AV設備 其實很簡單 一個BeatWise的控制器 已經可以滿足所有的設備控制 而第二個例子 其實我會拿回我們Cath這邊 其實都是做了一個BeatWise的控制器 其實介面我們將它分佈有兩邊 一邊就會選擇一個Source 會有不同的Source 去做一個切換 那是我們要看Burray的 我們其實就按一個按鈕 所以後面後面的設備 已經可以自動切換到適合的頻道 就可以直接看了 另外這邊我們都可以 融合不同的環境的控制 例如燈光系統 或者我們有些電動簾 亦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例如我們在這裏做了一些 情況設定 例如可以控制燈光 都可以直接控制 例如一個客廳或者一個影院的控制 假設我們有一個比較大的房屋 可能有三個樓層 我們可能房間會有需要控制 客廳有需要控制 我們怎樣透過一個Panel 去控制那麼多的樓層 其實方法很簡單 只需要我們在每一個 鬆的位置加一個控制 連接現有的網路 或者Wi-Fi的系統 就可以經過一個Panel 控制全屋的所有影音設備 剛剛所說的 就是一套Bitwise的自動控制系統 接下來就會介紹一個 英國Raco的燈光系統 這套燈光系統其實就是以無線為主的 它成立是2002年 它們專注在燈光控制方面 其實在LED方面會比較強 稍後會和大家介紹 它們有不同類型的LED控制器 就是這樣 這個Panel 其實顯示 我們傳統的控制方式 譬如我們傳統的控制方式 一組燈我們需要一個開關 兩組燈需要兩個開關 而Raco它的控制方式 其實就是 概念很簡單 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一個Wireless的Keypad 另外配置一個合適的燈光系統 視乎你 譬如我們這個影院裏面 有四組燈 我們只需要配置四個燈光系統 一塊面板就可以對應 所以它們都已經完成了 這幅圖就會講解 其實我們一個現有的系統 怎樣去replace Raco 下去 現有的系統其實的連接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理解為一個長新的開關鍵 就可以辨拍開關所有的燈光 而我們怎樣去套用Raco 下去 我們只需要在每一組燈的前面 加上一個Raco 的接收器 一個系統 而長新的燈線 其實我們可以駁通它 而原有的面板的位置 我們只需要replace Raco 無線的面板 就可以做得到燈光控制 這一版就會講解 其實我們一塊無線的面板 最多可以對應到15個燈光系統 這個會講解它是用什麼方式去控制的 而傳統的燈光我們是peak part 去開關 而智能控制的燈光 其實它是以一個場景的形式去做的 理解我們這裏有綠組燈 我們這區 我們會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第一顆按鍵可以設定為一個全燈光 其實綠組燈它會全亮 譬如第二個模式我們是一個moving模式 可能是T5或者一些LED的射燈 它會亮 或者調到某一個層級 如此類推 可能是放鬆模式 放鬆模式 放鬆模式 是一個組合形式去做的 我們都可以預設的 另外Raco 也會提供一個窗鏈控制 其實一個無線的面板 都會對應一個無線的模式 在燈光面板選擇方面 主要圍繞著有兩個按鍵 7K和10K 視乎客戶的需要去配置 另外窗鏈其實都有分開 有單路和兩路窗鏈的控制 對於某一些區 我們有窗鏈加燈光的控制 其實它都提供一個 混合的Keypad 可以有不同的組合 接下來會介紹 剛剛介紹了就是 面板的選擇 而一個燈光模式的選擇 會有以下這八款 最基本就會有一個 白白火在開關 其實我們所有燈光 一個開關都可以做得到 另外這個是一個前圓調光 最主要是供一些烏斯燈膽 做一個調光 這個是後圓調光的模式 供一些可能有些LED 或者一些電子牛的火牛的設備 去調光就會更加理想的效果 這個是一個Constant Current的模式 最主要是這個叫做行流的一個 控制方式 控制一些LED燈帶 LED燈 這個就是行壓的 譬如我們有些彩色的燈帶 RGB加上白色光 可以透過這個模式 可以做到一個變色的效果 另外這一款 就是0至10屋的一個模式 譬如有些T5管 我們想調光 只要配上一個平衡在前面 就可以透過這個模式 去做調光 另外也支援到DALI的控制方式 這款是DMX的控制方式 而窗簽控制就會 主要是以RACUB的這個模式為主 去做一個控制 譬如我們剛剛所說 RAGO是以無線的方式去做一個設計 譬如我們一個房屋 可能每個樓層 都會分佈不同的位置 如何去確保 它一個接收會 是一個穩定的訊號 其實如果當一間 是比較大的房屋來說 其實我們中間 可以加一些重複器 這個重複器 其實它直徑 就可以支援到100米 當然我們視乎 現在香港的環境 其實有很多石屎牆 所以變成都會有一個左隔 過往有些項目 其實是一間三至四層樓的房屋 其實用一個RAGO系統 中間加了一個重複器 其實都很穩定 很穩定 另外也有一個螢幕 其實配置 譬如市面上有不同的 一些第一部分的控制系統 包括比如Bitwise 有其他牌子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項目 去跟RAGO做一個連接 從而這些系統 去控制到RAGO這個燈光 另外RAGO它本身 自己亦都有一個Apps 你獨立控制 只需要配置一個 這個Bridge的項目 連接你現有的一個 Wire Network 這個Apps上面 你已經可以搜尋到 全屋的所有區域 每一個區域都可以做到控制 甚至乎更加貼心的一個設計 其實就是 用戶可以自己去設定一個 燈光層樓 他可以透過在一個Apps上面 他可能調校完一個燈光層樓 我這個喜歡 可以按Safe 直接是他可以自己去做 就不需要說 要我們自己想去 再去幫他設計 再做 這部分其實是挺貼心的一個設計 剛剛前一版就是一個 iPhone的螢幕 iPad相對看的畫面會比較多 這一格又可以考慮一下 譬如我們連接一些 RGB 譬如彩色燈帶的一個項目 它會有一個色版顯示出來 直接在這裏錄 可以控制到變不同的顏色 另外就是每一個項目都會支援一個 Vacation Mode 譬如 其實這個項目應用在外國會比較常見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離開了家去旅行 可能都不想被人知道 或者可能怕有些人入屋 都可以設定一個項目 可能定時 星期一至日 我們幾點鐘 某些燈光它自己開自己關 可以設定一個項目 如果應用在香港 就視乎客戶有沒有這個需要 我這一部分大致上這樣